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1月17号的台视 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西堤餐厅传播链持续向外延烧 传出又有一家五口 曾在1月9号前往餐厅用餐 家中除了爸爸裁剪阴性之外 其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了妈妈 就读国小跟幼儿园的兄妹 甚至连1岁的婴儿都确诊 目前还有待指挥中心做进一步的说明 而桃园市教育局也在昨天深夜紧急宣布 又多了三所学校诸课 学校全面清晓 桃园内力国小传出学生确诊 卫生局进入校园 每个教室走廊都不放过 同时间附近私立幼儿园安清 扮演紧急避原 清洁人员来回喷洒消毒 因为传出有最新的确诊个案 让桃园又多了三所学校 不得不停课 今天开始 其实从今天开始提早放寒假 预防性停课 然后提早寒假 我是有跟确诊的家长联系过 他们都OK 还是亲身这样 校方随时掌握学生的身体状况 也配合卫生局进行疫调 一次又发现有学生染疫 而且还是跟西堤餐厅中立中山店的传播链有关系 传出这一家屋口 在1月9号到餐厅用餐 现在除了爸爸裁剪阴性 其他家庭成员 包括妈妈小兄妹和一岁的小婴儿 裁剪都是阳性确诊 五人用餐就有四人染疫 也导致兄妹就读的内力国小 美其幼儿园 加上哥哥下课后 平日还会到家英英文 原生分校上安勤班 这三间学校都停课14天 就怕餐厅传播链持续扩大 桃圆是否强调 会持续向外匡列相关接触者 医师也建议得加快匡列速度 遏制餐厅燃疫风暴继续 向外延烧 借桃圆综合报道